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皆不及门也 办事都稀有轨道 手续法要先懂 才能上轨道 这里是道场 读书 学轮语 所谓何事 为的是尊德性而道问学 依则学道 依则学文 从前无多注重道 近两年才讲文字 因为从前的人文学比现今的人好 如今太多数人已不知文言是什么了 从前的注解 三人注就有三个样注 三个样子的注解 绝不雷同 因为古人的起居饮食都是推测考察的 就今日的事情来说 同一事件有三位记者记 三份报纸就有三样写法 不仅文字不同 动作 意义也不一样 不论什么事 有权 有实 必须有方法 学者是书呆子 精呆子 现今无注重道 文语载道的缘故 经人主张纯文学 这纯字就不通 纯就叫不通了 但这是实性 这个一时啊 这个兴趣 你若有见地 自己能评判 否则就得碰硬气 一服说则就倒霉 如果你遇到一个乱讲的人 被他误导 自己倒霉了 例如佛法 禁朝先传入的是净土宗 佛首先说法言经 在法言会上 佛就有说净土法文 其次 才说小圣教 净土宗是特别的一派 如何特别 其他经讲信解行政 净中无解无证 欲解越浮屠 为佛理佛乃能就近 今人敢出来改经 喝佛骂主 这种人连文字还不会讲 尔雅 说文等书也没见过 其实戴越往生 净土三经都有说 只是他见不着 而且净中千经万论 处处止归 条列宗派时 净中就奠于末后 当学佛无门可入时 净土宗就是保险的 如今已有人出来说话 若无仕土 何来凡胜同居土 他以为弥陀经无九品 仕土三根 这样就无法同他谈了 就不能跟他讲了 他认为这样 以为弥陀经没有讲到九品 仕土三根 三倍九品 如果他认为这样 那就没有办法跟他谈 所以这个是 有一些人 过去有人反对 净土将代业往生 这些邂途老人在这里 点出来 实际上 三经 是一而三三而已 弥陀经 也包含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包含华言经 那么只是文字简单 但是他的毅理 其实都是记住的 无谓大家讲 论语 为的是文语载道 不要学文 古德因为不落因果 与不昧因果一致之差 而堕也浮生五百年 文字不可不学 先进的礼乐 以静为根本 不再形式 今晚云晚 心不恭敬 也没有 左传说 狗有明信 见兮 枣子之毛 平凡 运枣之菜 框挤 其辅之气 房屋 行辽之水 可见于鬼神 可修于 王宫 离与其 奢也宁简 全在恭敬上 礼从俗 圣人不敢改前圣 也不敢改 故之焰 有云 的老原理 这个 不敢改 这个老的原理 不敢去改 今人狂妄 敢无知妄作 现在的人狂妄 自己无知 又 这个 忘作聪明 伦理的编辞 凡经文前面有零 记号的 就是指一件事 若没有零 这个圆签 记号 好几段也是指一件事 如果没有这个圆签 好几段 连起来也是指一件事 那么如果画一个圆签 那么就是指一件事情 一个圆签 指一件事情 分不分章 大有关系 款张节目不能错乱 从前考几人在省城 考秀才在本地 考秀才的题目 不许离开试书的范围 若几人则范围大 从五经出题目 至宋元明清以来 从试书出的题目 都会记下来 怕出相同的题目 后来考的试题 取某一章上半句 取某一章下半句 不依整章的句法 已经很难解答了 后来就有人出 领 这个圆签 的试题 有人 破题 为圣人为元之先 颜然以太极也二继 出了这个题目 画一个圆签 有人他就 破解这个题目 说这个是圣人为元之先 圣人还没有开口讲话 那没有开口讲话 那这个就圆人 一个太极 那么太极就是一个圆签 当中 画了一条线分阴阳 那么圆签就是太极 所以这个圆签就是 欲经太极图中 什么都没有 而什么都包划在其中 什么也不出这个范围 在子曰从我与成菜之前 就有 圆签这个记号 所以这一章是指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 画个圆签这个记号 所以这一张书 就是指另外一件事 诸子注解把这一张连下章 合成一张这样不对 这个宋朝 朱熹 朱子啊 他的注解把这一张跟下面一张 把它合成一张 那写入老人讲这样是不对的 台湾三十年前有一大名家 什么书都敢注 至只曼 与其她的两工大人 那是 Zeanger 那是 hun 那是他的创造 从汉儒到清儒 从来没有一人如此住 从汉朝到清朝 而且大儒从来没有人这样的注解 用这种方式注解轮语 那只有这一个人 他这样住的 三字经云 轮语则二十篇 群弟子记善言 轮语是群弟子汇集孔子的语录 而且轮语每篇有若干章 如何醉成一篇文章 他是都有各自独立的 那怎么能把它合成一篇文章呢 大家必须学签 老师不通 你们能通吗 都是清出于栏吗 这是写的老人的这个疑问词啦 老师都不通达啦 那跟他跟老师学的学生会通吗 那这些生都是清出于栏吗 都比老师强吗 这是个疑问词啦 这章和下一章必须分为两章讲 这章是记载另一件事 不是讲道理 无今一文讲 指约从我与陈蔡者皆不及门隐 孔子在陈蔡二国之间绝粮 因为两国发起战事 孔子被困在陈蔡边境 那时随孔子周游的弟子有哪些人 即使汉朝人也没亲眼见到 就是现今的记者也对眼前的事弄不清楚 所以后来的注解 大家都是未见而照谣言 最早在史记提到 只记了三个人 言回 子供 子路 其他书就各说各有理 史记比较可信 也不完全可靠 就算说对了 又以我们何关 既无关系何需考证 这章要注重下文 皆不及门隐 及门二字 自汉以来有二说 一则门只大夫之家 如云门华 从前人见面 家中有做官才可称门华 其余的人没有称门华的 普通人称贵妇 如今云军华 军即是做过官 门华不论文武官 原来是恭敬语 这里的门指门华 某一国大夫之家 另一说法 公家之门 世禄之门 是另外一种说法 究竟是指什么门 很难说 到了宋朝 陈朱才 胆大改 指孔子之门 为什么 因为陈朱将下章 连着这一章讲 他把下面一章跟这一章连起来讲 所以陈子 朱子大胆改了这个 下章说了很多学生 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 这些学生都不在了 都离开孔子了 孔子死后 只供为孔子 如牧 孔子周渝列国时 子渝 子下 都还只是十一岁 没有出来 后人却以为是 跟从孔子周渝的弟子 这是一家之言而已 大夫之门 指哪一国的大夫 到哪一国 在礼上 必须有介绍人 才能去拜见 若没有介绍人 不可贸然而去 你想与人通信 交朋友 必须有介绍人 若贸然自见 去为人师 更不同人情 陈蔡二国若有俗人 便不至于绝粮 为什么在陈蔡会绝粮呢 因为随行的弟子 与陈蔡大夫没有交情 这是缺点 后来是主子贡 到楚国 靠楚王出兵才解围 免于恶难 先进篇第二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就是不可思论的